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有意见质疑当局应该更精准用钱 陈某波说明白社会上有分歧 他也考虑了很久 经济事实上是在复苏的 你如果去看吃饭 餐饮那边是明显一点 但你去到一些零售又未必是这样的境 有一些做出口 其他行业又再差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环境里要巩固这个复苏 我们再做多一转 力度可以小一点 透过不同入境计划在香港居住 和来香港升学的合资格人士都可以领取一半消费券 即是2500元 相信包括新设立的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容许来到香港之后才找工 省期两年是否合适呢 会不会令人难用机制 陈某波说上次派消费券都有类子的安排 关键是在于何时或线 首后会公布 预计有650万人受惠 当中大约10万人符合伴侣的资格 开支大约是330亿 保释电视机制不得欠不留 预算案继续有多行一次过疏困措施 纳税人有退税 还增加子女基本面税额 还缓长生军等都有额外的津贴 不过今年派的堂就只凹了 市民最关心新一年度究竟有多少堂派 新讽税和个人入息税继续有百分百退税 但是上限由一万元减少去到6000元 190万人受惠 政府收入少了85亿 而子女基本面税额由12万增加去到13万 子女出生货税年度也会有额外13万的面税额 预计32万多个纳税人受惠 住宅物业差响继续有欢面 但是由全年缩短去到头两季 每户上限1000元 为及303万个住宅物业 54岁的陈先生是一间地产公司的东主 有自治物业 属于典型的中产 两个子女已经读大学 埋单一算 去年有一万5000元的税务寬 今年只是扣减了8000元 其实真的对中产来说很少意思 香港政府虽然说这几年的付房收入少了很多 但是香港政府应该都是全世界最有钱的 另外拿着重援 高龄津贴 长者生活津贴 或者是相残津贴 多半个月 在职家庭津贴也有相若安排 当局继续向合资格的住宅用户 给1000元的电费补贴 延长向合资格住宅用户 提供每个月50元的电费舒缓金 82岁的韦先生住在这家农屋六年 每个月单是租金 连水电 就要2000元 帮到你什么 给你多少 我现在期待在什么呢 期待在网友上到楼 不用在这地方住 非常失望 他们就说 很多东西都没有了影 甚至又缩了水 扶贫那方面很少作物 财政司司长陈某波解释 要量力而怀疑 明年赤字都500多亿 其实500多亿是因为发源650亿债 如果不然更高一点 这样的时候都要量力而为 所以你看到我们就算收 都是逐点逐点来 都不希望一时间 给大家太大的即时的压力 政府也都会为明年的中学民 朋友们考生代给考试费 公共交通费用补贴特别措施 延长半年到10月底 每个月上限是500元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导 渔雪岸向马会征收每年24亿元 额外足球博彩税为期五年 马会承诺不会减少 慈善信托基金的行上捐款 但要求政府调低博彩税率 未来五个年度 政府将会向马会额外征收 每年24亿元的足球博彩税 原有博彩税税率不变 并且要求对慈善事业捐献不能够减少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明是要开源 短期内为了不想打扰大家 不增加新缝税 不增加利得税 又要增加收入 想将影响范围收到最窄 对马会征收 如果交这24亿元博彩税 我觉得它负担得来 我们就应该收 它折留也好 它用它的保障也好 各样也好 这个它自己想办 政府消息人士说 无论马会每年赚钱还是亏损 都要交那24亿 根据马会2021-2022年度报告 足球博彩的投注额达到1438亿 交完98亿博彩税之后 马会仍然有98亿的收入 去年有世界杯赛市 足球博彩收入会更加高 而上年度马会10个主要管理层 年薪介乎500万至4200万 批出的慈善捐款近66亿 支持292个慈善及社区项目 多次提出增加博彩税的行政会议 召集人叶刘淑宿仪认同征收额外税 今次政府做法很聪明 它就没有改过博彩税的税率 马会就强烈促请政府调低博彩税率 说香港税率是全球最高 又说征收额外税之后 会重大影响对慈善信托基金的撥款 不过理解政府决定 也都不会减少慈善信托基金 每年批出的恒常捐款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预算案相关消息下一次再看 转体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 强调中俄关系不针对第三方 普京就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星期三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接待到访的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 但是中俄关系成熟坚硬 稳如泰山 中俄的前面战略伙伴干系 从不针对第三方 当然也就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调拨 我们更不会被第三方的胁迫和施压 所压倒 王毅说中俄关系有坚实的政治 经济和文明基础支持世界多极化 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协作 拓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普京就说俄中合作达到新水平 对稳定国际局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俄中贸易亦都好过预期 双边贸易额可能在2024年之前 就达到2000亿美元 他又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 说俄中已经同意有关行情 普京今次和王毅坐在椭圆形台较近的位置 一改之前 他会见其他外奔的时候坐在较远的位置 有分析认为 反映普京对中俄关系的信任 《无线连事》记者曼希信报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个别发展 纳斯达克指数偏远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择幅上落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3,137点升7点 标准报应500指数报3,994点跌2点 市场观望联邦储备局稍后发布 今个月初货币政策会议记录 美股走势缺乏方向 投资者关注联储局官员在今次会议 对通货膨胀前景的看法 和经济数据反映的实况有多大差异 道指变动不大 上午早段升79点之后 曾经转跌65点 主要股份类别各别发展 其中能源股又较大股压 提到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51点 巴黎克指数跌10点 德国DEX指数跌5点 其他消息 旺角有铁支从高处堕下插中一个女人的头部 她送院之后不治 警方拉了一个装修工人 事发之后大批警员封锁现场 进入事发的长旺道长发大厦调查 又到附近的商铺查问 警方说事发在下午2点多 一支长大约60厘米的铁支 在长发大厦11楼一个单位堕下 先插穿楼下海鲜档的繁埔盐 再插中一个63岁女人的头 她倒地昏迷 送往广华医院抢口之后不治 事发单位外有搭建棚架 警方说单位业主收到屋宇柱的清拆令 当时正是进行清拆潜建物工程 一个60岁男装修工人 涉嫌容许物件从建筑物调下被捕 有一部分依然是插在死者的头部里面 而在外路那一部分 就是大约40cm长 工人当时他在做的工作 都是我们现在的调查之中 我们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我们都是从多角度的方向去调查 包括工程公司的责任问题 和装修工人的责任问题 他又说屋宇柱人员检查过摄市单位和现场 初步认为仍然有高空荡物的危险 暂时未能解封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道 再看预算案的消息 为了进一步丰富人财富 和吸引更多新资金落户香港 政府会重启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投资门栏较之前的1000万元倍增 多局说和之前一样不包括内地人 政府在2003年曾经推出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申请人可以投资房地产 但是2010年叫停投资房地产类别 投资门栏也都由650万提高至1000万 而整个计划在2015年也都暂停 余算案提到会引入新计划 申请人需要将一定金额的资产投放在本地市场 但是不包括物业投资 通过审批之后可以来香港居住和发展 金额相对于上次应该以一个配数增加 这是第一 第二 金额以外有什么资产可以合乎要求呢 除了金融资产 会不会有其他的资产 是和我们香港长远发展相关联有好处的 我想放下去 其实这些是我们一定考虑的 三例刚才你所说的申请资格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考虑的方向 有人力资源顾问说计划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香港是一个很便捷的城市 税率低 我们也有出入境自由 也对医食住行各方面的教育 医疗制度都很完備 所以我相信一些专才或者是企业或者技术 金融方面都会希望受惠于香港这个地理环境而来香港 另外当局将会引入公司迁冊机制 吸引特别是业务以亚太区为核心的外地企业来香港 下个年度进行咨询 至于培育本地人才方面 当局将会资助大专学生在本港或者大湾区 金融科技企业跨境实习 也都会加强航空物流业人才培训 和向每间资助中学提供最多100万的资助 举办资讯科技相关的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黎维尔报道 上一份财政预算案并没有触及开征新税项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晚上出席电视论坛的时候 说一直有做研究 但现时并非推行的合适时机 现在我们在做吸引企业、吸引人才 在这个时点突然在税制有太大的转变 也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毕竟简单、低税制是我们的竞争优势 我们觉得我们留意、观察住 方案我们要研究 然后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时机 才在社会上大家有个讨论会比较好些 意大利面临严重干旱 面积最大的湖露出湖底 有水都知青的威尼斯 温河亦都几乎干阔 意大利近日干旱严重 在北部全国面积最大的湖加以达湖 水位跌到史上身低 甚至是露出一段湖底 意外要搭船去的湖里的 盛比亚昭島 现在可以直接走过去 有当地的居民说 在这里住了近20年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有环保组织也说 发源自阿尔卑斯山 意大利最长的河流波河 流量比往年同期减少超过六成 而以运河文明 有水都知青的威尼斯 河道亦都持续严重干阔 水位比平时低六十多厘米 河边的建筑物露出地基 平时接载游客穿梭混河 传统的交通工具贡多拉 只可以在水深的河中央行驶 而这些小艇 水上的士甚至是救护船 也都没办法航行 科学家就分析 意大利近日干旱游多个因素救成 包括阿尔卑斯山降雪量比平时少一半 加上一个反气船 笼罩欧洲西部15日 形成高压区 天气保持晴朗 少了降雨 不过气象部门就预料 阿尔卑斯地区在未来几天 降雨和降雪将会增加 有望舒缓当地干旱气候 无线电视记者曼天顺报导 各位好,我是来自豪 藏市支柱长陈茂波 发表新一届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 以稳中跃进 共托繁荣新园景为题 在过千亿赤字之下 今年仍然会派电子消费券5000元 纳税人继续有退税 但上限缩减到6000元 子女免税额就提高到13万 首两季差项有宽减 保护每季最多1000元 掌舍生活津贴 中缓、伤残津贴等 出割半个月 楼市方面不会设立 但会调整1000万以下 自豬物业的印花税 大级烟人士负担就加重 每支烟要给多6毫税款 先看看如何派消费券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到立法会宣读预算案 说市民和企业在三年疫情打击之后 需要顾本培养 考虑了当前经济、社会民生 和政府财政状况之后 决定连续第三年派电子消费券 金额由去年的1万元缩减至5000元 回到2021年水平 年满18岁永久居民 和新来港人士都符合资格 每分两阶段发放 4月会先派3000元给去年 已经合资格领取的人 剩下2000元在年中发放 至于新合资格人士 完成相关手续之后 年中会收到款项 非常多 买到食物 可以买一些好一点的 不用买那些10元份的 那些不能吃的 跟澳门比的 我觉得它少了些 很多人已经有很多钱出去旅行 是不是需要那么多呢 应该5000元我以为足够 最好派现金 人家现金一百个去买东西 对于有意见质疑 当局应该更精准用钱 陈某波说明白社会上有分歧 他都考虑了很久 经济事实上是在复苏的 你如果去看吃饭 餐饮那边是明显一些 但你去到一些零售 又未必是这样的境 有一些做出口 其他一些行业 又再差一点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环境里 要巩固这个复苏 我们再做多一转 力度可以小一点 透过不同入境计划 在香港居住 和来香港升学的合资格人士 都可以领取一半消费券 即2500元 相上包括新市立的 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 容许来到香港之后才找工 省期两年是否合适呢 会不会令人滥用机制 陈某波说上次派消费券 都有类似的安排 关键是在于何时或线 首后会公布 预计有650万人受惠 当中大约10万人符合伴家 的资格 开支大约是330亿 保鲜电视机制 不仅欠得了 裁正预算案提出 加烟草税以降低吸烟率 政府刊献即是起 每支烟加6毫税 如果全数转价消费者 每包烟就要加12元 随着财政预算案宣布 加烟草税 各间便利店向烟零售价 即时加12元 每包加到大约72元 而士多和办馆等等 未有即时加价 有市民就立即来掃货 一次过买了10包 你吃衣食了多少年 30年左右 无论加多少都会吃的 人们偏向卖私烟多些 但政府又没有加强监管卖私烟的饭 其实没什么用 香港没有卖烟 因为吸烟危是健康的 吸烟危是健康的 吸烟危是健康的 每支烟的税款 原本大约是1.9 这次加幅超过三成 其他烟草产品的税率 亦都会按同样的比例提高 我们已经尽可能 考虑这个加幅 对于一般基层市民的影响了 但毕竟上一次加已经很久以前了 随着通胀各样东西 对于鼓励大家吃少些烟 解烟的效果 已经逐渐淡化 所以我们这次先加30% 陈茂波说 现在香港吸烟率达到9.5% 目标是降到7.8% 加税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 但捕返业界就不同意 先前有8年烟税没有加 但吸烟率都会下降 证明加烟税的手段 不是对吸烟率有很大的影响 亦有捕返组织说 加税只会令到更加多人买私烟 预计捕返收入跌五成 甚至会有结业潮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就认为 加税的幅度都未够 政府说会持续检视整体控烟措施的成效 亦都会加强推动驾烟 和加强针对撕烟的执法工作 武线电视记者 达瑞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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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预算案没有撤销楼市辣椒 不过即是起调整首置印花税 减轻一般家庭首置构置自住物业 特别是中小型单位的负担 头部份可以省回两到三成税款 预算案调整首次置业市民物业买卖印花税税 楼价越低 税率减幅越大 例如买入800万的物业 以往需要付30万的印花税 经过调整之后可以比少两成 即是省6万元 如果是450万的单位 过往需要付3%的印花税 即是13万5千元 新措施之下更加可以少给一半 政府预计37,000个买家受惠 库房每年少收大约19亿 强调这个税街过去十几年都没有调整过 有些会减3万多 有些减4万多 不一而足 但都希望减一些 大家用来做装饰也好 买多件家具也好 如果它短炒 它要给一个特别印花税 三年之内卖出去 印花税 特别印花税的税率相当重 所以我觉得那个风险是不高的 而现在市经过一轮调整之后 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稳的环境里面 在这些环境里面做一些这些调整 可能时机上是比较合适的 政府消息人士说 调整重价印花税的税街 主要是令到200万至1,008万的 中小型单位买家受惠 不相信省到最多几万元 不会够成大的有因买楼 有地产代理预计中小型单位 每个月多三成交易 通常大部分500万的上车客 通常会预计的首期是10% 即是50万 而这个税项里面 大概减了4万5元的税 其实简单来说 它接近是等于它的首期的 挨着10%的省了的幅度 已经多了人入市去的小单位 本身的小单位 也都因为换楼链的驱动 会变成中大型单位 慢慢推上一格上去 我相信换楼链会比去年更加活跃 不过有地产代理商认为调整无意思 既帮不了政府收多些财政收入 对市场影响有好 对买楼人士也没有太多的得益 所以这个是撩避一格做来 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 至于政府表明不会撤销楼市辣椒 地产建设商会 執委会主席梁志坚表示失望 无线电视记者 李游昆报道 今天的财政年度赤市估计达14,000亿 比原先预算高出近900亿 未来这年还有赤市 不过当局预测 只有几年会录得盈余 近年政府开支大增 收入有波动 外界都关注财政状况是否稳健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预测 今个财政年度赤市估计达14,000亿 较原先预算高出近900亿 财政储备降至8,100多亿 政府说全面通关 经济开始复苏 预计今年经济增长 3.5%至5.5% 强调非乐观的估计 而是中肯的看法 又展望未来几年 经济增长每年约3.7% 预测新一个财政年度 仍然绿得赤字 不过收窄至544亿 之后几年维持有盈余 2027、28年度的财政储备 约9,800多亿 相当于14个月的政府开支 不过这个预测 未有完全扣除政府要偿还的债项 当局强调现时的债项 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4% 就算到2027、28年度 也只有9.5% 我们要善用市场基金 市场的资金 不需要每次用自己的钱 他建议成立基础建设债券计划 会研究是否给公众参与认救 他承认未来除了要折留更加要开源 是否代表再加税或者增加新税项 他说不排除 但一定不是今年 因为要招商人知 加税不利相关计划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财政预算案建议 再发行不少过500亿 银息债券 被问到高息环境之下 再发行银债是否还有吸引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每次发行都有参考市场状况 银债去年发的时候的息率 没有现在那么高 后来去年连续加息几次 我们每次发的时候 都参考当时的市场情况 我们给市民认购的时候 那个息率一定是很有竞争力的 银债就好像刚才所说 我们收了之后不是用来开支 用来投资的 所以那里有足够的钱还回给大家 还有这么多年下来 我们收了银债之后去投资 派回一些利息给大家之后 我们还有百多二百亿盈余在 所以完全有空间 一息回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继续新闻时间 口罩令延长多14天到下月8日 政府刊显宣布决定 按惯例再延长两个星期 行政长官李家超之前到访中东时提到 会在冬季流感高峰期之后 积极考虑取消口罩令 俗称太空卡的电话处席卡 实名登记期限今日戒门 电讯商向还未完成实名登记的太空卡用户 发出短信提示要登记 致问可以到所属电讯商门市 25个港铁站内的支援服务站 或者18间指令邮政局的服务柜位 尋求协助 相关邮政局的服务柜位 今天延长服务时间到晚上7点 中日安全对话在东京举行 是相隔四年来首次 中央强调历史和台湾问题 关乎中日关系根基 敦促日方以示为格 中日安全对话星期三 在东京外务省举行 预会的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孙惠东 以及日本外务審议官山田仲夫 孙惠东说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 亦都不会变 呼吁日方着眼大局 妥善处理分歧 将矛盾分歧至于 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 加以建设性管控 确保中日关系不停滞 不偏向不倒退 孙惠东强调 历史 台湾等重大问题 关乎两国间基本信义 和中日关系根本 希望日本以死为监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坦率地说中方对日本出台新的防务安全政策文件 同域外力量加强互动勾连 涉及台湾问题消极动向等有严重关切 日方在会上就安保文件向中方说明意图 对于疑似有中国侦察气球进入日本领空 日方说绝对不允许侵犯领空 要求核实情况并且防止再次发生 另外双方同意就争取春季前后 启用日中防务官员间的联络热线展开协调 据报日方也有意透过今次会议 协调外相林方正访华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信报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会误俄罗斯总统普京 强调中俄关系不针对第三方 普京就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放额 俄罗斯总统普京 星期三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接待到访的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 但是中俄关系成熟坚硬 稳如泰山 王毅说中俄关系有坚实的政治 经济和文明基础支持世界多极化 中方愿意和俄方一起深化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协作 拓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普京就说俄中合作得到新水平 对稳定国际局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俄中贸易亦都好过预期 双边贸易额可能在2024年之前 就达到2千亿美元 他又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 说俄中已经同意有关行情 普京今次和王毅坐在椭圆形台较近的位置 一改之前他会见其他外奔的时候 坐在较远的位置 又分析认为反映普京对中俄关系的信任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述报道 日本正江原一处海滩发现不明的大型金属球 警方封锁调查 国海滩位于宾崇市 警员到场发现球体直径大约1.5米 一度禁止民众靠近 调查后发现球体中空不具危险性 用重型设备移走 专家推测是金属浮标 民众城ί 进行好 游客 同罢 报道 报道